记者黄杰台北报道,离姓男子酒后驾车, 遇警拦检时拒绝停车,直到远景开枪威吓, 离南才下车酒侧,浓度达0.59毫克。 警方事后依公共危险,妨害公务移送离南, 但离南便称,他因酒醉手脚不灵活, 才会让远景无以为他拒检,是林地检署彩信其说辞, 防害公务部分处分不起诉。 警方指出,离南5月23日深夜11时许, 开车行进北市市邻居环河北路三端, 中正路口时,在外侧车道预警拦查, 远景先以酒侧棒初步测试, 发现有酒精反应,随引导离南转往内侧车道受检, 离南不仅没有按照指示移车,反而踩油门打算直航, 远景随挡到车前喝止, 离南仍持续往前,远景赶紧拔枪威吓, 未料离南仍然不停车, 情急之下,远景朝前车排, 水箱处各开一枪, 离南这才停车, 离南下车九侧后, 浓度高达0.59毫克, 当场被带, 又因他拒检, 不顾远景阻挡, 执意前行, 驯后依公共危险, 妨害公务二罪嫌疑送法办, 离南到了地检署大喊冤枉, 声称他因酒罪, 手脚反应不灵活, 没有听清楚远景言语, 因他在外侧车道, 以为远景叫他停到右边, 才会造成这场误会。 检察官参考洛伊安所驻行事件事学中的人体呼吸酒精浓度与症状表, 即中央警察大学蔡中置研制的酒精浓度与肇事税之关系, 酒测浓度在0.59毫克时, 已有肌肉协调能力受损及反应迟钝的症状, 肇事率更是一般人的七倍以上, 认为离南辩称有理, 此外, 远景引导离南转往内侧车道受检, 整个过程只有远景的植物报告, 并无现场搜证录影带可佐证, 检察官遂认定妨害公务部分证据不足, 最终只起诉公共危险罪。